話說,有個浙江人叫做靈彩神,他聖情爽直,行為端正,經常對別人說,除了自己的太太,他平生不喜歡別的女色 有一年,他去金華,到了城門口,就在寺院那處歇腳,紙裏面的殿塔都很壯麗,那些亂草生得好像人那麼高,似乎很多年都沒有人來過 東西兩邊都有一些增房,門雖然說是山主,但沒有落雪的,只是南面一間細房,鎖住一把新鎖,好像有人在住一樣 他又看大甸的東南,大坡和小坡的竹樹就很多,石階下面,就有個很大的池塘,池塘裏面開著所有的河花,他就很喜歡這個地方這麼優靜 又剛好,主持考試的官就來了金華,各地的秀彩都入了城,城裡頭的客森旅館的房租,真是貴到飛起 他就想說在這處住,於是就慢慢走來山下心,等著那些和尚回來 到了喵晚,有一個書生就離開南面的房門,靈彩神就過去跟他打招呼 並且將想話留在寺裡邊過夜的事,就跟他說了一次 那個書生就說,哦,這裏是沒有和尚的,我也在這裏寄宿的 你如果怕冷落,那就住在這裏,早晚過來聊聊天,我也可以向你請教一下 靈彩神聽了,十分之高興,就拿了些和草鋪在地上床 又拿了幾塊木板,搭了一張桌,預備在這裏長住 但這一晚,月蜘蛛的地方,月光,凡到地上床過一塊書, vibrant 兩人在殿角寄宿,互相通了姓名,疑語онь的書生,那個名字叫赤霞 靈彩臣猜他是應考的壽彩,但是聽他的口音,就一點都不像是浙江人,問他是哪裏人,他說是陝西,言談之間,語氣極之誠懇,後來,兩個再也沒有什麼談,於是分頭去睡。 靈彩臣,因為剛剛來到這處,很久都睡不著,突然,他聽到房的北面,有嘀咕嚕的聊天聲,好像那裏有個住家那樣的,就起來,靠近北昌的石壁下面,偷偷望下,這間矮場外面,有一個院子,院裡面有一個婦人,大約四十幾歲, 還有一個老婆子,穿著脆色的紅長衫,頭上插著一把大銀梳,老太隆鐘,跟那個婦人在月光底下聊天。 咦?只聽到那個婦人就說了,小善為何那麼久都不來呢?老婆子就說,哦,大概都要來的了。 婦人又問,是不是她跟你說過那些什麼晦氣話? 啊,那又沒聽她說過,不過看她的樣子呢,好像又不是多高興那樣的。 哎呀,這個臭女兒,真是不容易對付的。 話口未完,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就來了,看上去,生得鬼火那麼漂亮。老婆子笑著說, 嘿嘿嘿,真是日頭就不要說人,夜晚也不要說神啊。 我們兩個剛剛在說你,無論到你這個小妖精說不出,就來了呢? 好在我們又沒有說你什麼壞畫的。 對了,小娘子,你真的好像畫裡面的美人,如果我是男的,哎呀,雲柏都被你獵了去呀。 那個女孩子就說了。 婆婆不說好的,還有誰說好呢? 然後婦人跟那個女孩子又不知道說了什麼。 那靈彩神經常都以為這些都是隔離屋的家眷,也沒有你那麼多去睡。 他們又聊了一會兒,這樣才沒有聲音。 靈彩神就剛剛睡著了。 突然覺得有人來到他睡的地方,他連續就起來看看。 沒有想到是隔離屋的那個女孩子。 他就嚇了一驚,問他來做什麼呢? 那個女孩子笑著說。 哎呀,這麼漂亮的月色。 一個人哪兒睡得著呢? 我又情願和你一起睡。 靈彩神就很正經地說了。 你要跟著人家的議論。 我是怕人家說壞話。 大家一不小心, 這樣就見不得人了。 哎呀,夜晚哪兒有人知道啊。 靈彩神還拒絕了他。 他退後幾步,好像還有話說似的。 靈彩神就大聲喝絕話。 你快點走。 你還不走? 我就叫錢南方的那個書生的了。 那女孩子這樣才怕退了財。 走到門口。 他又轉身回頭。 他拿了一點閃閃的黃金, 就放在被子上。 靈彩神看到啊。 順手拿起黃金, 就放進門口的石蓋。 他說,哼, 這種不義之財,我是不會要的。 那個女孩十分慚愧,撿回那個黃金,自言自語,就說:「這個男人真是鐵石心腸啊。」 第二天早上,有個蘭啟的書生帶著那個博人來預備應事,就住在東面的增房那書,到了晚上,哎呀,他突然間死了,腳底下就有個洞子,好像被吹過一樣,血就在那個洞子的樹一絲一絲地流出來,大家都不知道他是什麼緣故,過了一晚了, 那個博人又死了,病症也一樣。 那艾曼煙赤下就回來, 靈彩神就將主博突然間死的情形告訴他, 他以為是撞到妖怪, 靈彩神啊,他從來都不怕鬼,並沒有放在深那書。 到了晚上,那個女孩又來了, 靈彩神,他對我靈彩神說:「我見過的人很多,沒有像你那麼硬頸的,我不敢騙你了, 我呢,我就叫做小善,姓聶的,十八歲就死了了, 撞到這間紙的旁邊,經常被那些妖怪來威脅我,迫著我做些卑鄙的事, 我所以不顧手指去勾引男人, 實在,實在是不是自怨的, 現在子女頭已經沒有可以殺的人了, 今晚,看來他會叫夜叉來對付你的。 靈彩神聽了這番說話,嚇了大了, 他就求那個女孩幫忙想辦法, 那個女孩就說:「你住在燕赤霞的房間那裏就可以避的了。」 :「那靈彩神問那個女孩,為甚麼燕赤霞會沒事的?」 那個女孩就說:「哦,她是個奇人,不敢動她的。」 :「咦,你是怎樣騙人的?」 :「哦,凡是我跟她親近的人, 我都會暗中用個鞭,刺她的腳底, 那她就會暈的了, 我就拿她的血,供給妖怪來喝, 或者呢, 就拿一頓黃金去引誘她, 其實啊, 是甚麼黃金啊? 只不過是羅撒鬼的骨頭而已, 如果那個人將黃金留下來, 我就可以割她的心肝的了。 女色和金錢, 一般人都很喜歡的。 :「那靈彩神,好多謝女孩的好意。」 同時, 又問那個女孩,知不知道妖魔害她的時間。 女孩就回答說:「是明晚啊。」 臨走的時候, 她流著眼淚,對我靈彩神說:「我醉入了苦海, 要回頭也很難的了。 先生, 你很有義氣, 你一定救得到我脫離苦海的。 如果你肯帶著我的屍骨, 撞在你的家鄉, 使我不再受妖魔的侵妖, 我, 我會感激你再做之恩的。」 。 靈彩神馬上答應了, 就問她撞在哪兒。 她說:「 我的屍骨, 埋在寺院的北邊, 墓上邊有一棵白羊樹, 樹上有一個著鬥的就是了。」 。 講完, 就走出門口, 一眨眼就不見了。 第二天, 靈彩神怕燕赤霞出外面, 一早就約她一起吃飯。 神事之後, 靈彩神就預備好酒菜。 燕赤霞來到, 就仔細擦 hä來的行動, 並和她約好, 住在一起。 燕赤霞推遲, 做不到。 她不可以, 自己性情很孤僻, 就是喜歡單獨住的。 靈彩神都不理她是否答應, 就把它們把它們拿來, 能夠只擁自的床保拿過來, 然後燕赤霞沒辦法, 只要勉強答應給她住老。 但是吩咐她說:「 我知道你是个大丈夫 我十分之佩服 只是我有些私情 很难跟你说明白 你记住 我请你不要抄我的伤子 如果你抄的话 对我们两个都没好 灵彩神全部都答应了 到了夜晚 他们都各自去睡 燕赤霞拿了那只箱子 就放在窗台那里 躺下无奈 燕赤霞就扯好像雷星 那么大的避寒 灵彩神就总是睡不着 大约到了一更时分 窗外面就隐约有个人影 一眨眼就走近窗口 来望望望望望望 那对眼睛好像闪电那种滑滑声 灵彩神就吓了大跳 正想说叫燕赤霞 突然有一件事就撞开箱子 撞了出来 光蚱蚱就好像一只白带 撞断了窗口的石格仔 突然向外面 一射 然后又翻到箱子 好像闪电一闪 那便不见了 燕赤霞这阵也惊醒了 他立刻就起身 灵彩神 他炸帝睡着 偷看下他的动静 燕赤霞就拿着箱子 在里面拿了一样东西 出来 对着月光 闻一下 看下 那样东西 雪白闪光 长呢 大约就两寸 只是有九菜热 那么上一阔的而已 过了一阵 他将那样东西 爆了好几层 还是放回那只难伤仔的树 自言自语就说了 哼 一个可戚的路妖怪 他已这么大胆 弄买我这只箱子 说完 跟着又上床睡觉了 灵彩神看到 就觉得很奇怪了 于是就起身问他 又将正话看到的情形 就告诉他 但是燕赤霞就说了 你既然 这么看得起我 我亦不隐瞒了 我告诉你 我是剑客 如果没有这些石格仔 挡住 那只妖怪 早就这样先了 现在他虽然还没死 不过 就已经伤了 灵彩神又问 这只箱子 装着什么呢 是剑来的 正话我闻了闻 就觉得有妖气 那灵彩神想看看 燕赤霞就很大方 拿出来给他 原来是一把锋利透光的剑仔 于是 他就更加之敬重燕赤霞 第二天 灵彩神 上了聂小线的托库 那就去到寺院的北边 找他的坟墓 离远 墙没多远 黑镇是有一棵白羊树 上面 还有一个雀斗 那后来 他在金华 办完公事 就准备离开这处 回家 燕赤霞就为他战行 意识别 情意 十分之深重 他还拿了一个烂皮袋 送给他 他说 这个剑袋 你就好好地收起它 可以避免妖怪 那灵彩神 就想跟他学剑术 燕赤霞就说 好似你这样 讲義气又刚直 本来就可以学一些 不过你还是富贵中人 不是我们剑道中人 那灵彩神 就识地说 有一个妹 撞在这处 就挖了女子的尸骨 用锦段 包好 还加了棺材 免好 故着这船 就运回家乡了 灵彩神的书房 就靠着抗野 因此 就在他的书房前面 为小线来 修建了坟墓 将他的尸骨 就撞了 撞的时候 还作了一篇制文 大意是这样 可怜你的孤魂 将你撞了在我的附近 这样 你无论发出什么的声音 我都经常可以听到 你也不会再受到 恶鬼的虾霸了 今天制恋你的菜额 并不是风声 只是表一表 我有一点的心意 请你不要见怪 他制完 就翻转了 怎么知道后面 有人叫着他说 慢着 等着我 我们一起走 他转着头一看 哎呀 竟然是小线 他很开心 多谢 你的信意 真是使我永远都报答不了 请你让我跟着你回去 拜见公婆 就算你服侍他们 做丫鬟 我都不会后悔 灵彩臣 灵彩臣 仔细看一看他 见他 红粉飞飞 在一头看到 哎呀 更加的 嬌烟动人 那即刻 就跟他回家 走到书房里面 就叫他 稍微等下 自己 就先入大厅 告诉母亲 母亲知道了 母亲听了 哎呀 打了个突 整个都呆了 那时 灵彩臣的妻子 就病了很久 那母亲 就叫他 不要告诉他 免得 就吓人他 加重他的病情 只是说着 小线就走了进来 跪在地上 就拜了 灵彩臣就说 妈妈 这个就是小线了 母亲 吓得不敢看他 那各位 那究竟啊 聂小线啊 有没有住在灵彩臣的家呢 欲知后事如何 请下回分解